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两条红辣椒去除种子 然后把它切小 准备两条小辣椒把它切小 如果是不吃太辣的话可以不放 如果是想要吃辣一些可以多放一些小辣椒 下一步我们把所有的香料放入搅拌机 加入适量的水 把香料搅碎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条香茅 用刀给它拍几下 准备适量的咖喱香叶 准备两粒清洗干净的马铃薯 去掉皮 去掉皮之后把马铃薯切成小块备用 喜欢吃马铃薯的朋友们可以多切几粒 下一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三汤匙的肉类咖喱粉 接着加入适量的水进来搅拌均匀 把咖喱粉搅成糊状 接下来我这里准备了100克的椰浆 喜欢吃咖喱比较浓的朋友们可以准备多一些 这里是所有准备好的材料 下一步我们起锅烧油 首先加入适量的油 把油烧五成热 接着马铃薯进来炸 炸过的马铃薯再拿去闷口感会比较好 如果是要吃比较健康的朋友们 可以不用做这一步 那要炸多久呢 炸到外皮有一点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焖锅加入适量的油 接着搅碎的香料进来推香 推香料呢需要有一点耐心 用中小火来推 让水分慢慢的蒸发 直到出油 把香料推出油了 咖喱粉进来爆香 咖喱粉推香之后 咖喱香叶进来爆香 所有的香料都炒香之后 鸡肉就可以进来了 把鸡肉炒香 鸡肉炒香之后 水进来 水的分量大家可以自己去拿捏 看您是要吃水一点的咖喱 还是浓一点的咖喱 我这里呢 大约放了400克的水 马铃薯也跟着进来 接着我们转到大火 把咖喱煮开 咖喱煮开之后 香范煮开之后 接着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10分钟 焖煮10分钟之后 我们来调味 加入2茶匙的盐 加入1茶匙的白糖 好 我们先试一下味道 不够味道的话可以再加 味道OK了 最后椰浆进来 椰浆进来之后 我们转到大火 把咖喱煮开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先熄火 然后盖上锅盖 等白饭煮好 就可以开吃了 这一道咖喱鸡呢 你可以配上白饭 黄姜饭 面条 面包 或者是印度煎饼 都是不错的搭配 好了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